看过火影的都知道 火影里没有反派 他们只是立场不同 也没有纯粹的坏人 他们只是一群追求和平的疯子 哦 是吗 大舍湾为做人体实验 又管孩童 成百上千条无辜生命命丧实验室 后厮杀四代风影 框片沙影进过木叶村 自自己的恩师和大量无辜百姓丧生 将人命视作草芥 哎呀 这都是为了推动剧情发展了 死几个龙涛儿也不暗示的 龙涛的命不算命 我们没看见就相当于没死啊 大舍湾他只是个疯狂的科学家 不算坏人了 来 大家一起在弹幕上刷起来 蛇术掌握核心科技 蝎 因不明原因屠杀整个国家 无数生命陨落于白刃与剧毒 更丧心病狂的是 他将三代风影 自己儿时的朋友等在内的 数百位火生生的人做成傀儡 其制作过程必定包括开膛破肚 弯心掏肺 蛙眼拉肠 剥皮蘑谷 其心之带毒 手段之恶毒 傀儡制作是蝎所追求的艺术啦 蝎只是想通过傀儡填补童年亲情的缺失 他其实是个缺暗的小可怜啦 吾无忍 比达拉 在生养她的村子里制造多起恐怖袭击事件 至房屋倒塌 多人遇乱 人心慌慌 成为无数孩童 挥之不去的童年异 长门因好友遇害 迁怒云运村无辜百姓 放火烧房子 连外村的委托人也要赶尽杀绝 后更是首任 对自己有养育和教导之恩的师父 自来也 与直播幼 一夜之间杀光母族 生养她13年的父母 胜在强暴的婴儿 不按时事的孩童 热心慈祥的小麦不阿姨 和像小鹰这种 只是加入与直播家的外族人 都无一幸免倒在雪坡 呵呵 我笑了 幼你也黑 看来你根本不懂活影 不懂幼 幼这是蛇小家 故大家 是大业 是有大格局的人 你们这些小学生是不可能理解的 回去多看几本书 再来品诱吧 与直播带徒 在明知临时因任务自愿牺牲的情况下 仍迁怒于好友卡卡西 甚至整个人之世界 后控制四代水影 间接造成无数人间惨剧 在视自己为己出的师母分娩之际 写酒味袭击生养她的故乡 致使无数家庭破裂 尸痕遍地 其中就有伊洛卡的父母 西日红的父亲 三代火影的妻子 这个恶徒更是对产妇九星难 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最后连同师父四代火影一同杀害 简直丧尽天良无恶不作 侯友挑起第四次人间大战 残杀包括宁次在内的数万名年军 混回无故百姓生活的家园 其罪行庆祝兰叔 他们失去的只是生命 土哥失去的可是爱情啊 你们这些母胎嗖了的肥仔 懂什么叫做爱吗 不就杀个师父师母吗 至于这么小题大桌 上纲上线吗 连他们的儿子都不介意呢 看名人还夸我们土哥最帅了呢 你们这些外人又有什么资格 说三道四呢 少管闲事好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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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